严夏 真的要谢谢你 把我带来萧氏光年 让我能够重视自己 找到目标 不客气 不客气 也谢谢你帮我坚守萧氏光年 你觉得 严夏和丁文啸 有希望吗 感情这个事 很难说呀 你知不知道有种东西 叫做远程监控 难道你的萧氏光年 装了监控 那要不然你以为 是谁送你去的医院 我又是怎么知道 你在为模特的事担心 我说你坏话你也听到了 那不然呢 好你个丁文啸 居然监视我 然后我又怎么会知道 是许莫辰陷害的你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感谢你 偷窥的事情呢 我已经跟你坦白了 至于你要感谢他还是责怪他 你自己决定 我 拜拜 明天见 丁文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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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百张设计稿需要多久 一百张 我现在没有灵感一个月能画出十张 已经是我的极限 哪来的一百张 那怎么办 那现在严栋那边游戏 根本往前推进不了 严夏 你再想想办法 商机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如果我们不紧快 别人很可能会抢先一步的 早知道这么麻烦 我就不接了嘛 严夏 那我就是没有灵感吗 你逼我也没有用 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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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太冲动 太冲动了 我不该说那些话去刺激严夏 丁文啸啊 丁文啸 你也该改改你的脾气了 还是等明天丁总消气了再说吧 这是我们公司之前 抖篷设计的原稿 你觉得我跟你之间的见面 是偶然 还是刻意的安排呢 你和雨薇之间的合作 一定也是通过她吧 这位是雨薇集团的王总 王总呢 想在旗下建了一个 新的独立品牌工作室 全力为你打造 属于你木陵山的个人品牌 隐信已经点燃 就等爆点了 完事后 交由我来收拾餐具 那就有劳王总了 你客气了 咱们还得长期合作呢 行 那改日再聊 许莫臣 看你怎么解释